微笑有时不是欢乐 而是痛苦到了极致的无奈 微笑有时不是喜悦 而是生存下去的伪装 有时候在利益面前 亲情也会轻如红毛 在英国时 哈利还会用伪装的面孔 和继母卡米拉逢场作戏 但是离开了这个冲突之地 他才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感受 布朗在自己的新书《温莎宫内情》中说过 威廉已经接受了卡米拉的存在 他也会为此做出妥协与让步 威廉知道 父亲深爱着这个女人 而他无力改变父亲的想法 已经成年的他 不会也不可能做出不成熟 和不理智的行为 所以他只能不断地说服自己 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离经叛道的哈利王子 无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没有继承王位压力的他 无法做到与继母和平共处下去 在伊丽莎白二世 公开支持卡米拉的王后地位之后 迄今为止 哈利王子都没有对这件事 做出过任何的评论 有时候真的是无声甚有声 对于哈利来说 王后之称是非常神圣的 最起码不是一个失德的人 所能拥有的头衔 早有预谋 可以说和戴安娜离婚 让查尔斯尝了一口气 因为他知道 自己多年来的夙愿 终于有一天会实现 在与戴安娜离婚之后 他就有意将卡米拉带在身边 他的行为有种照告天下的味道 克拉伦斯公也极力将卡米拉 塑造成好人的形象 他是查尔斯的精神支柱 也是他离不开的人 原来 迈克尔·皮特爵士 是伊丽莎白二世 派到查尔斯王子身边的说客 但是没想到 皮特最后倒戈 成为查尔斯王子 和卡米拉的CP粉 最后他改变了主意 他开始为查尔斯和卡米拉站边 并认为只有他俩结婚 才能结束这一切 在皮特的鼓动之下 查尔斯陆系缺席王室各种活动 他以自己的行动反抗女王 虽然女王菲利普亲王 威廉和哈利对查尔斯的做法 怀着极大的不满 但是他们却无力改变他的想法 成年人的世界里 往往都是不情愿的 成年人有时候 也只能委屈才能求全 最后女王做出了让步 并同意了这么婚事 尽管伊丽莎白二世 对儿子的婚礼送去了祝福 但是他并没有出席 儿子举行的招待会 哈利糟糕的处境 如今的哈利 像是活在一座孤岛 他无法回到从前 现在他又和梅根 传出感情破裂的传闻 哈利想以自己的行动 以示抗议 但是英国政府 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缺席了爷爷的追思会之后 如今的哈利王子 更像是一个 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如今的哈利 更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最近英国都在关注 布鲁克林的婚礼 贝克汉姆的长子 原本媒体猜测 哈利会成为 这个婚礼的嘉宾之一 但是直至最后 都没有见到哈利的身影 人们猜测 在威廉缺席的情况之下 贝克汉姆无法做到 在得罪王室的情况之下 向哈利夫妇发出邀请 曾经有专家说过 在美国定居的哈利 再也没有了从前的笑容 脱离王室的他并不快乐 而他的那些叛逆言论 除了能为他带来 一定的经济效益之外 他没能捞到一点好处 他的任性 反而让他成为了重视之地 英国王妃戴安娜 在与查尔斯的16年婚姻中 一直备受折磨 丈夫眼睛里 心里 一直都有第三人 卡米拉 刚开始 戴安娜还会因此抑郁 难受 以此来发现 这被压抑的委屈 试图拼命挽回 这段破碎的婚姻 哪怕是戴安娜 给查尔斯生下两个儿子 查尔斯都没有多看她一眼 在她刚上下哈里 查尔斯就着急出去打马球 后来 戴安娜终于看清 终于清醒 她再也不把自己 困在这仿佛一滩死水一样的婚姻中 她将时间投入到 更多有意义的慈善事业 去帮助那些正在遭受痛苦的人 并且 戴安娜也开始学着查尔斯去找情人 而查尔斯 自始至终都只专情与卡米拉 戴安娜却相后有七个情人 不得不说 戴安娜看男人的眼光 实在是太差 她先后的七个情人中 似乎就没有好男人 和有妇之夫纠缠 别看戴安娜深受小三的困扰 但是她的情人中 也不乏有妇之夫 比如说 那位英国橄榄球联合会会长 威尔卡林 在认识戴安娜的时候 就是有妻子的 1995年 在伦敦的体操馆 戴安娜和威尔一见钟情 为此 威尔还特意跑回家和妻子离婚 不过后来 俩人也因为性格不合分手 暂且不说戴安娜当小三对与不对 先不站在道德的层面 去谴责戴安娜 就说戴安娜 的的确确是个傻白甜 一个已婚男人 能和你闪电恋爱 并且为了你抛弃多年的发期 可见这个男孩恋爱脑并且心狠 他能这么对待发期 有一天可能会这么对你 可惜那时候的戴安娜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和威尔结束后 戴安娜难过了很久 同年的一天 戴安娜前往医院看望一位朋友 在那里 她结识了巴基斯坦裔的心脏外科医生 汉斯纳特·科汉 科汉医生走进病房时 并没有注意到这位看望病人的金发美儿 她只是如常了解完病人的病情后 就离开了 戴安娜却在那时注意到了这位医生 她因为她高大又英俊的外貌 在后来十几天 戴安娜每天都来看望自己的好友 以期望遇到科汉医生 她甚至开始学习一些关于心脏病的知识 制造偶遇 投其所好 不得不说 戴安娜追人真的很上心 虽然两人的相识是始于原始 但后来深入的交谈之后 戴安娜发现科汉医生 也很关注慈善事业 两人这难得的共同点 让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 两人很快就爱上了彼此 这也让戴安娜想起丈夫查尔斯 不仅对她的爱好冷嘲热讽 在自己去努力了解她的爱好时 向她靠近时也是百般嫌弃 因为查尔斯根本就不在乎她 所以也不稀罕她的努力 这个道理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懂 在婚姻中 戴安娜可求而不可及的事 就这样轻易地实现了 为了更靠近科汉医生 她开始学习巴基斯坦女人的打扮 她的衣橱里装满了巴基斯坦妇女的传统服饰 戴安娜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段感情中 她表现得如此明显 在科汉医生为非洲小男孩做手术的节目中 观众们发现 同时出镜的戴安娜眼睛里 只有这位医生的身影 戴安娜在这段感情中得到了快乐 所以她会在半夜 溜出肯心动宫去见科汉医生 也数次想尽办法 争取两人更长时间的相处 戴安娜在感情中真不是个聪明人 即便科汉是七个情人中最爱她的那一个 可是为了世俗 她终究是没有和她一起私奔的勇气 1997年8月31日 戴安娜在巴黎遭遇车祸 这场意外带走了她年轻的生命 那年她才36岁 混沌巴黎之夜 科汉听闻消息 疯了一样给戴安娜打电话 希望能再见戴安娜一面 她很后悔吧 没想到再见即是永别 不知道再给科汉一次机会 她会不会后悔松开了戴安娜的手呢 陪伴戴安娜的最后一位情人 24年前 戴安娜并不是独自遭受了这场意外 车上还有一位司机和她最后的一任情人 身家亿万的埃及富商之子 多迪·法耶兹 戴安娜离婚后 她和多迪的恋情就颇受人关注 在两人前往巴黎度假后 记者更是尾随而至 这场车祸就是为了甩掉记者时发生的意外 多迪是一名富二代 其父是埃及的亿万富翁 虽然之前多迪也是女友换得比衣服还快的浪荡子 可后面与戴安娜在一起后就收了心 戴安娜还带威廉和哈利去过多迪的私人海滩度假 两人还在沙滩上热情相拥 车祸以后 多迪的父亲曾透露 儿子已经买好了求婚戒指 准备和戴安娜求婚 但就算车祸不会发生 戴安娜也并不一定会答应这场求婚 根据她的管家保罗·伯洛尔说 她很烦恼多迪对她求婚 还曾征求过管家的意见 以求委婉地拒绝 在她的心里 真正想结婚的是科汉 戴安娜终其一生 都没能和爱自己 自己也爱的男人相伴到老 在品尝到爱情些许甜蜜时 就总是迎来更多的苦涩 这是她的不幸 也是她的遗憾 最后只能感慨 戴安娜看男人眼光太差 无论是找丈夫还是找情人 眼光都不好啊